什麼叫日本男人 日本天皇所擁有的臺文人 日本男人當然也因為人常敗禁國神社 都召喚電梯 還可以参拜了天皇 召喚天皇 明治天皇、大政天皇 其他人會進去 請高金蘇美人會禮拜日本天皇 禁國神社也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要透過了解 要瞭解 先說白,不簡單 最近我剛才說的 綜合啊什麼 錢都是誰開的 你看看很處理 請問這百個 這百個人 這百個人 是中國人嗎 這百個人 不然在禮拜什麼 日本的 我剛好去一個 牌坊 不然在禮拜出來說是他開的 最早本來就是 日本、大國開的 他後來又改造 他說這整個都一整個 這說不過 來看書法公路 你看看 東西叫做花蓮寒天 有辛苦嗎 一支一支公平 我們擲擲擲擲擲 擲擲擲擲擲擲擲 東西有嗎 來看 放國公法 昭和天皇陛下 1941年實施 黃明化 1945年實驗是頒布 形建造書碰國 大家可以看 來看 裡面有兩位 請投降書的崇光軌 當然是什麼 外部大臣就是 外國大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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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大臣 大東亞大臣崇光軌 所以牽頭亮書 將是1945年的9月2日 後來呢 請 就今當和平條約 在當時 日本大國的時期 他的職務叫做 軍需大臣 後來是 日本的首相 就是吉田茂 這對台灣 對日本大國的領土的 領土的 保佑 有重大的貢獻 他一個人 保住所有 日本天皇的領土 他有沒有厲害 很厲害 OK 來 在二年 在1945年4月22日 一隊起飛 在桃園機場起飛 一隊 沖繩島 這領土的領土 一小時之後 像沖繩島 櫻花也一樣 飄落在海洋上 神風特攻隊的總指揮所 一隊 在現在的 頭門八點 邱家總指 這個地方 就是神風特攻隊的指揮所 來領後世紀 那就 日本銀行兌換圈 簽約 頭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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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簽 崇光魁 那裡面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Japan is gone 代表上 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 原來的帝國政府 跟天皇 誰代表 崇光魁 那代表 那個 日本帝國 皇軍的那個 總 總部 是誰 梅金 美智 軍事跟民事 有兩部分 做投降書的簽約 這幫他叫戰爭法 來 來 崇光魁 有沒有看過 來 他就是崇光魁 這是什麼 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 麥克阿瑟 對 這部品 天皇 天皇 很合 日本 1945 日本 1945的時候是 麥克阿瑟 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 將軍 為什麽 為什麽你找的都不知道 很少 你可以在Youtube 來搜尋 你動心 可以寫去幫 路上 放的 那個 那個動心 他都會有事 他沒辦法放在那裡 我有船 但是你可以去幫 路上來看一部 給你了解 為什麽 整個日本帝國 包括現在的 新日本政府 體制下 他所謂的教材 書籍 跟文宣 包括台灣的文字 跟書籍 跟文宣 為什麽都是假 用白的 原人在這 麥克阿瑟的自白 這頂一個 1951年5月3日 美國高等法院 軍事合作 與外交的 聽證會 裡面 聽證會裡面 法官 宣誓 證實 他講的內容 這套 原來是 美國 誤解了 日本帝國 這樣 解決 為什麼被設局 各位同心 要解決 南京大屠殺 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還是假的 南京大屠殺 是真的假的 假 假 你當你 幫助上 是這 台北政府官網 你會怕 南京事件 調查報告 你現在已經嚇到 我媽媽說 很精采的理由 一個拖槍的動作 我們過去有做外面 我們知道 拖槍是可以拿這樣 還是拿這樣 還是拿這樣 那鄉民的國會 原來 日本帝國的皇軍 已經出中國 對中國的人民 並沒有任何 那種 他們所講的 南京大屠殺 一聲的 對中國 台三十萬人 台南北哥哥 記事實在 他屬實上 就是 把中國的通州事件 拿來 插 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就是 九戒州 他為了 抵抗 汪精衛 跟汪精衛 對抗 也同時排斥了 日本帝國 依據國際聯盟授權的壓 維持 中國的 和平 維和部隊 像美國是 全世界 武力最強 軍事武力最強 世界 任何的地方 發生 戰爭 發生衝突 以前美國是 派軍 過去 到三天 維和部隊 像進出 伊拉克 一樣 日本帝國 他派軍隊 進出中國 因為當時 中國 有四個政府 當時 滿洲國 當時 有二十三個國家 成立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集結 再來 延安的 毛澤東 共產黨政府 重慶的 國民政府 那都是抵抗的嗎? 沒有 抵抗的是什麼? 孫中山 對孫義仙 當特商業宣 跟 萬里全 對中國的官員 高漲 王金偉 所以 王金偉的南京政府 才是抵抗 但是 東西還沒有統一 所以 這個合法性 就是說 這個部門 才是衝突 所以我們看到 王金偉 從毛澤東 跟蔣介石 先 產生內戰 對吧 所以日本 帝國人 根據 當時的要求 一定要 平定這場 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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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 國際地位 正常化 還有 毛澤東 跟蔣介石 他們兩個東西 就是一火 都去製造 南京 事件 南京事件 Memorial 蔣介石他要把偏向方經衛要接受歐化、近代化的中國人 把他趕離開南京城 結果這些南京城的人民 他不要他留下來 我留下來 那日本人好到 對我們都這樣 給我們很現代的東西 這都沒看過了 但是你國民黨的政府給我們 是貧窮跟動物的 這個正常逆過軍事,比造228合適 如果不是穿 이 쪽 你把它尺 Calling 所以 crunch起來30萬歳 olen sote 放在那裡 也沒發現 所以日本國的軍隊去南京城 有收到這裡 還是營造到 這樣是不是美日本在南京大屠殺 不是喔 你現在有武士刀還有他的軍服 很簡單的一個結論 原來就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軍隊 他穿著日本皇軍的衣服去做壞事 然後嫁禍給日本帝國的軍隊 這個就是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所以中國現在的教材我們有出修正 錯誤的歷史錯誤的教科書 可不可以歷史流傳 會成為國際的消化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 通舟事件是真的 通舟事件是哪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軍隊 屠殺日本的僑胞跟婦女 跟台詩三趟兩條躺在外面 拿起來的商品拿來捏造說這是南京大屠殺的事件 你知道嗎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 所以請大家你要拿南京事件調查到後 你去南皇就知道 不可以說因為說捏造的日本南京大屠殺 所以我做日本天皇的成名很丟臉 不是啦 因為土地是日本天皇 我們不能說被捏造的事情我誤會了 我們就不承認台灣所有權是日本天皇 跟那個都沒有關係 那叫什麼感情用事 當然感情用事 意氣用事可以讓人來利用 沒有用頭腦冷靜的理性思考 只用心臟在調 跟前男書的事件 我們可以想到 你感情用事很衝動 情緒來的時候 你的腦筋有沒有在用 沒有了 在這裡就夢了 就打 冰島 頭腦沒氣了 就切掉了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頭腦找回來 透過馬鈴 OK 在Youtube搜尋 不要看阿瑟的自白 你看這段下面 都做14分鐘 慢慢看 裡面告訴你 原來美國誤會了日本帝國 因為日本帝國就是 他的根本憲法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是明治天皇 按照萬國公法的精神 清訂憲法 清訂就是一個金 不一個欠 清訂憲法就是 方便自己立憲法 到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同期 日本帝國的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去審議 OK了 然後 日本天皇的明治天皇 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行憲詛書下去 所以大日本帝國憲法 才實施下去 我們在1945年 4月1日 朝後天皇 那件是 明治大政朝後 那件是他的孫子 還說 行憲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政天皇 為了朝後天皇 所以 我們就對得過 我們現在 可以尋到歐洲 沒想到歐洲 沒想到歐洲 其實要感謝他 日本天皇 所以大家要知道 齁 來 電視明定 以後 發表這家政日節目 你要有一個精神 要一個 想法 認識的 大家知道 法定紀錠 大家就一直 只要國際戰典化 國民人 公司 和美國的國民政府 在管轄下 由被佔領地人民所組成 司法 國民 在戰典化裡 有這個名書 佔領不得於轉主權 流亡難民 跟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救立法 不行 所以 他們這些 Chinese 太北 中華 台北 還是中國 台北 都不是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流亡 所以 他流亡的政府 都 你可以發現 大的黨員 都在哪裡 中央健保局 中央健保局 在哪裡 在哪裡 台北市 青島路 青島西路 他的核心 單位全都在台北市 他的總統府 會不會簽到高雄 不會 不會 再次跟大家講 什麼叫 Change Taipei Change Inzile 在台北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 一直在台北市 現在的發表 不管他們對一黨來說 全部都下總統 流亡政府的 中華民國憲法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 很簡單 你去看看台北 裡面就好 裡面有說到 台灣跟平和的主權嗎 NO 所以 中華民國並沒有擁有 台灣的主權 很強勁 所以 最近法理開獨 兩國論 兩個中國 一國兩制 沒關係 事實上 你說 甚至五星期 全台灣都炒 好不好 你要不要生氣啊 沒有必要 要炒就要炒 為什麼 法理的事實 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因為 中國人 來台灣 每個地方都差五星期 而改變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二十三條 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會不會改變這個條約的內容 會不會 會不會 對啊 不會啊 他擦滿 台灣所有全部都擦滿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 會不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會 人家又當作的那些是笑的 譬如 這土地 隔壁的土地 我們都沒有生氣 全部放我們的東西 放在裡面 這樣就沒有違反 我們放東西放在那裡 如果說我們是抗美 抗美 OK 所以這裡 實在會去練 台灣人 實在會去說 因為他們沒辦法改變 就是 他們是難民 他們的阻擋 讓他解 不要再說 嘴巴 自己喝水 不可以做你 我們不在家裡死去 另外 他電視民電話 跟台灣同臨 民進黨 國民黨 全部都是他們的難民阻擋 讓他們去告 沒關係 我們尊致 我們可以看我們家裡的責任 不然 我們就來看出 真的 我們每次都要 每次都要 跟我們的 鄉親 你要獨手 跟鄉親朋友來告 台灣沒有一個狀況 不可能生氣 因為 你生日後 都知道 喔 台灣這邊路的 日暑 最日本天 美國總統 軍事政府 所以知道 一 舊金山合併 條約 現在的 Chinese Taipei 最怕的就是這個 這就是 照 照 就是 旁邊 最軟的地方 垃圾 有的人 打到他 舊金山合併 這就是 Chinese Taipei 被造妖禁 你知道嗎 OK 他的保護什麼 台灣關係法 但是我告訴你 剛好是不是說 馬力會接 自然法 萬國公法 國際條約 再來什麼 各國的憲法 各國憲法 要遵守什麼 國際條約 要遵守萬國公法 更要遵守 自然法 聽說法 是不是 有的人 我都跟天公廟 跟畢公改挑戰 跟他打水 對 有一句話 說得很舒服 我向大家來做的 我們 如果 向天上打水 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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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自取其辱 那法律的答案 如果有一個情色改良 法律 既然是正確的 我們跟我們無力 我們要收氣 不必 點點笑 那就好 他會不會來 報警 報警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 工具理性 因為 我們有法理 我們收法 他要衝動 跟他去 我們也知道 OK 吉田帽 有沒有看到 吉田帽在這裡 一百七百年出息 到一九六七 八十九歲高年 你知道 簽訂 舊金章和平條約的關鍵人物 一個軍需大臣 保有 日本天王所有的領土 權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人 對四十八的國家 很優秀 我們把吉田帽鼓掌 然後 剛才簽訂 招合二十六年 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八日 四十八個國家 有沒有 四十八個 群聚 現在哪 和平條約 日文 平和條約 OK 這哪 吉田帽首相 美洲 能夠 訂閱 一群 говорит 一句 insec 枉搭 三 算 新 舊金山和平要給予好平 不是合作 不是舊金山合作條約 不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TREAT TREAT很重要 TREAT的合約 宣言 宣言跟主張一樣 宣言說說話的 用那張蘋果 蘋果樹很漂亮一張 花五十幾顆的蘋果 那張是我 這個叫做宣言 那是不是真正只屬於我的 不屬於我的 宣言跟 條約重點在哪裡 白痴黑的條約 這是真正法律文件 宣言 屬於你講 那個都不算數 跟那個 剛剛講的難民主張表 那個都沒有用 那個什麼 喊著 高興 發開心的 所以 這個宣言不敢 那 TREAT條約 第二條 賓款 然後 這裡 Japan 日本 政府 洪棋 洪棋 這個洪棋 是什麼意思的 像我現在拿的這個 這個洪棋 簡報器 我放在頭 放在桌子上 放在下 放在下 我下 這叫做 Renunces 可以拿下來嗎 可以 只要有授權我都可以拿回來 因為這個授權它是誰的 下我 這個叫Renunces 這樣 什麼叫abandon abandon abandon 就是說 東西 等一下 文主張 去用車載照 我也找不到 也不可以拿回來 這叫做 真感興趣 英語很多的特效 所以大家 用英語 你了解英語 不可以說 用中文 來了解英語 會申請很大的 誤導 人家說 你想 不能用 他只能說 暫時 暫時放下 對 所以Renunces 就是大家 各位在座 同心 知道 Renunces 在這裡用音音字典 去了解 因為這個Renunces 你在查到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會有很多 詳盡的英文句子 來闡述 什麼叫Renunces 所以要記得 用英語 去了解英語 不可以用中文 因為中文 反例 有自己的主張 有的比較激烈 自己 變去 這個放棄 放棄 這不能拿回來 NO Renunces 是可以拿回來的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大家看 我跟S 各位 你就知道 ALL 後面的 ME 都要跟S 我現在沒有跟S 因為還有殘餘主權 我穿了 管家權 主權 權利 他們拿去 權利 相對的什麼 義務 是不是說義務 讓他有在 權利跟義務 這個叫完整的 主權 權利沒有了 不能管 但是義務 還在不在 還在喔 為什麼 台灣澎湖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這是日本天皇的財產 日本帝國的財產 那 新日本政府簽訂了之後 也就是要執行 就是要為了第二條 B款 他放棄的管轄權 還有什麼 他對台灣澎湖的義務 就是保護的權利 所以 現在的安倍新日本政府 可不可以出兵到南海 甚至到台灣澎湖 保護我們 可以 美日安保條約 也就是建構在 就新章和平第二條B款的精神 大家要建議 要記得 重點是這個 你今天來聖課 恭喜 很多 外面 很多人 不了解 今天在做 我給大家 爸爸 拜下去 給我好想 好 我了解 今天我們來到第四條B款 他裡面有什麼重要的關鍵字 因為我剛剛到究竟 那個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旗在這裡 美國國旗 美國軍事政府代表旗 日本國旗跟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可以看到旗字不要講國旗 這上面有幾個 幾個國家的國旗 只有兩面 懂意思了吧 其他兩面是什麼 戰爭法兩面的代表旗 軍事政府旗跟民政府旗 佔領者 左方 左邊 被佔領者 右邊 所以 我們面對 辦公室也好 在 州的辦公室 軍的辦公室 外面也好 正確的旗字擺放是 美國國旗 軍事政府旗 日本國旗跟民政府旗 這個順序要記清楚 那 你擺放 你說 我要擦四面旗字 那是法國 他說 如果擦兩面旗字的時候 擦兩面 為什麼要擦兩面 來 跟你說 美國國旗 跟台灣民政府旗字 如果擦三面的時候 擦三面 擦哪三面旗字 擦哪一面 美國國旗 日本國旗 跟 民政府代表旗 擦三面 擦哪一面 擦哪一面 美國國旗 日本國旗 跟台灣民政府旗字 這是擦三面旗字的時候 四面旗字 就是 一 你如果擦一面的時候 就是各位首相 你現在手機 美國國旗擦一批 那你要擦哪一面 就是台灣民政府旗場 美國國情 美國國情要放這邊 就是我們的門口出來 我們走出來 走出來在那些市場 但是從外面看他們的家裡 美國國情在這邊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在這邊 這順序要排清楚 美國軍事政府的名稱 名稱在舊金戰鬥裡面的重點來 第四條的B塊 這順序要排清楚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事政府 在這 第四條的B塊 在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在背後簽名的文字 然後我這一段的文字 USMG的 二十一條二三條 二三條這樣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而使得principal 要去翻託 美國 他的專名 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美國的專名 他現在United States 還是 美國 沒有代表的意思 法律上的民國 這就是政治名稱 像八一七公報 上海公報 都適用 United States 要不然就是 美國 所以 什麼 公報 開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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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 它不是條約 波斯坦 宣言 它是不是條約 不是條約 中美 建交公報 因為上面 很正式 比如什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對 新台灣論 裡面的我 我就把 經重點 跟國 做運行 好 OK 唐朝的 唐朝的殖民地 這哪 民安的魂情社 东西 1895年的 4月17日 签訂 馬關條約的時候 台灣是殖民地 那因為 萬國公法流程 就是說 日本天皇建立完整的台灣主權 然後 通過萬國公法的流程 黃明化 然後實施 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從來的領土 所以權力跟義務 不要緊這台了解 國際版應該還有講 不會更疏和調配得好 這就有話他們說的 各位首相 台灣政府的津騙證明證 核發的依據 萬國公法 國際戰略法 舊金戰和平條約 第二條B管 第四條B管 跟二十三條A管 它有什麼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裡面有一點很重要的 諒經條條 好不好 台灣關係法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裡面寫什麼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Taiwan Authority 台灣關係法 它重要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哪裡 197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存在嗎 在之後 存不存在嗎 不存在 它叫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那之前呢 叫中華民國 為什麼 中美建交 跟中美斷交 中美建交當然是 中華民國跟美國有外交關係 所以它 美國承認它叫中華民國 一直持續到1978年的年底 中華民國跟什麼 美利堅合眾國斷交了 斷交了 那美國跟誰建交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要知道嗎 所以 沒辦法 所以 美國 跟你沒有辦法 動作什麼 幫它治理的一個民間機構 NGO 非政府組織 所以它可不可以 現在的所謂的Chainese Taipei 它可不可以去參加聯合國 No 不行 來 北周三個公報 巴西公報 上海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 信他那裡就會有 再來 一個中國政策 台湾民政務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全世界 共同遵守跟共識 一個中國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ROC ROC在1949年10月1日 已經下台了 美國憲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在哪裡 人家管理會 對 比美國憲法 來的 所以對照起來 國際條約 究竟這樣可憑條約 究竟這樣可憑條約 就是國際條約 再來是各國的憲法 是不是美國憲法 那 台灣關係法在哪裡 在美國憲法的裡面 那請問 台灣關係法可不可以違背 究竟這樣可憑條約 不可以 所以 根本保障台灣人的事 究竟哪可不得來 而不是 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 是保障 流亡中國人 你知道嗎 然後 台灣關係法就是什麼 賣武器給 Chinese Taipei 叫 台灣人 付錢 所以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 政見 天皇投降 了 那 戰敗的國家就是要賠償 就是要付錢 透過這個模式在負戰 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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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政府參議所發布的台灣公民權力保安 你記得齁 所有發生的爭議 根本都是要回到台灣公民權力保安 不用 中國的流亡難民的問題 也是要根據台灣公民權力保安來處理 各國的國民他要來 願意成為 所以 將來 台灣 台灣的那個 國民或是什麼 將來要規劃 也是要依照台灣公民權力保安 USMG TGG 在那個身份證下面 底下這一台就有 那那個英文在哪裡 你可以逼給他們看 UNITED SAM MINATORY GUN USMG 在這裡 有沒有 很方便 OK 這個就是 現在新日本政府的憲法 他的憲法就是 和平憲法 跟原來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內容不一樣 因為被改掉第四條跟第九條 在麥克阿瑟的時候 在什麼時候 1940年6月20號 憲法改正的一個招數 恭喜 總理大成長 有沒有看到 吉田茂 這是新日本政府的開始 然後新日本國憲法的行憲照書 這是什麼時候 十一月三日 十一月三日是什麼時候 什麼日子 不知道 請你記下來 十一月三日就是明治天皇的生日 有沒有怕在哪裡 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 內閣總理大成齊天帽 內閣總理大成齊天帽 這是新日本政府的憲法 他的憲法 他的憲法 根據的是七十三條的帝國議會議決 這是他剛剛的內容 今天帽在1963年出了一本書 The War and Japan 他裡面有強調 日本對台灣只是放棄了領土權利 他的歸屬還沒有決定 台灣後來要承諾還是要承諾還是要承諾 這都還沒決定 他跟他放棄的是管轄權 領土權利就是管轄權 我可以去管 但是所有權沒有轉盪出去 再次強調 台灣的所有權 仍然至今是日本天皇所保有 並沒有在任何的國際條約 把台灣的所有權轉盪出去 大家要清楚了解 所以這個建底人物 他講的這個政治語言 如果牽涉到台灣的主權 沙文廷跟所有權的時候 洪欣 你要告訴我 所有權因應彎彎就是 第一是日本天皇 因為馬關條約就是 日本天皇對台灣的所有權狀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反正日本天皇手提 受傷了 他都不敢出來 請問 世界任何國家 可以拿去 不可以 就算是美國軍事戰 政府佔領 他也不能把台灣的所有權拿去 所以美國 可不可以讓台灣變成51州 NO 所有權是日本天皇 他也不會變成51州 這樣有沒有了解 OK 這是誰 杜勒斯 你還在新台灣人裡面 我現在 用出來 這個PowerPoint的簡報內容 就是 新台灣人裡面 我補充一些 讓你知道 原來他就是杜勒斯 剛剛那個是 那個 吉田茂 然後前面那個叫蟲光鬼 我們對他有印象 八田魚 誰就什麼 包括他對台灣人說的 簡單人說 全部都是 從新台灣人裡面 我把它補充下來 給大家過的東西 你的託新台灣人的時候 透過這個科 你會怎麼 拿去一個 要去託 要去挑戰 動力 我也願望 在做的東西 你託新之後 你的動力出來 是像B核隆盒 比較厲害 核隆盒 是因為核動力在發電 但是我們人的心 就很厲害 我們在慶祝裡面 你本書 你跟憲 十倍、二十倍 那些動力 就持續到你 現在越大陸 慶祝 你會慢慢 去了解 我們提供 原來台灣的 國際主義 憲衆 是這樣 要走路線 要怎麼走 其實蜜蜂長 在新台灣裡面內容 你如果託新 你就知道了 OK 這樣就知道 1954年4月26日 美國、英國和法國、蘇聯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瑞士的日內瓦 所以我們看那個 兄弟有沒有 有動心 拿台灣民眾 金邊政政 去水疏 去聯合國總部 他是不是去那 不去那 他們的蔡小姐 拿著 中華民國的綠色那一款護照 進去 日內瓦 聯合國總部 可以進去 他只是要進去買個馬克杯 不得其門而入 你拿 ROC的護照 綠色護照 更多 ROC的身份證 不可以 但是拿TCG的身份證 不可以 可以 拍給你看 兩個 郭同情在那邊拍照 進去聯合國開會的地方 坐在那邊拍照 你如果拿ROC的護照 跟身份證 進得去嗎 免堂 所以當然 杜勒斯拒絕 和周恩來握手 為什麼 剛出題知道 我告訴你 美國的既定政策 就是 反共 請你記下來 反共 是美國既定的政策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一個很 不正常的運作系統 把原來 資本主義 進資技 發展的一個 模式 破壞掉 所以 共產主義是 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 所以 美國既定政策 就是反共 所以來給人 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疑問 第一屆日台金威 2013年3月13日 時光座人 你看看 這個 應該有 大創康夫 他是 日本 智慧隊的宗教 他在 當年 2013年的經費 裡面就說 他被秘書長請 他說 我當年 二十八年 日本國既定 來過台灣 十八祖母 反映日本人 每天都要求 而且 現在 邀請 你看 日本的中將 大創康夫 都看得出來 普遍台灣人 為什麼至今 人生活在政治 連獄 因為 安餘現狀 我怕 生活好 就好了 為什麼要翻 你就繼續 給你 吃東西 吃氣 你 就維持現狀 再來 抗議 再來 抱怨 生活不下去了 我要跳 你就喜歡 維持現狀 現在有一條 開放的 一條很好的路 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路 你為什麼 不跟上 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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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年來 軍隊人 要求兩章 第一章 公平 第二 建議對這次 G7 文宣 裡面 就有 說到這兩章 我們要求公平 和建議 平衡 Safe Defamation 所以那個文宣 G7 在台灣民眾 都說 大家要去點 來看 裡面的路 對各位 在座 你對 歡迎 對台灣 目前 要怕的方向 跟了解的路 裡面都說得很清楚 我也要給它清楚 了解 因為 這兩章 做的 這兩章事情 說不得正義 哪有十八% 哪有空 健保 不用錢 有沒有公平跟正義 No 上面 美國跟我們說 本土地人拿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都被中華民國做記號 做記號是很嚴重 自己分配上去 自己拿 三米索 他都沒關係 你如果本土地人 自己利用四 你知道嗎 OK 民眾有說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大王 當時 冰軍就是美國 怕贏 當時 台本地國再度決心 像德國 德國 德意志帝國 第四階大戰 戰爭 戰爭完了 西克勒 一堆堆 沒幾年 又起來 美國會怕我 所以 他當時 我相信在歷史的軌跡 歷史軌跡裡面 兩江四五 大致言 四分五裂 切至明明 四分五裂 北方四島 覆信 北方四島 給蘇聯佔領 沖繩 沖沖沖岸 所以獨島到現在的韓國 我們不可以說南韓跟北韓 這麼大的名稱 朝鮮跟韓國 我們要把你的名稱講清楚 不可以說隔壁的國家叫大陸 它的政社有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國就是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什麼 中國通通都是一個中國 那有沒有聽到 Chinese Taipei 我現在叫Chinese Taipei 人家複習起來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他是流亡政府 代表中國 不代表 為什麼他要流亡政府 原來他是在中國那片土地的南京政府 因為在1949年的4月23日 可以有解放軍艦 刷完 變成一個流亡政府 雙一隊 日本天皇所擁有的帝國 台灣黨 在台北市 我現在你台北市 哪一條 台灣總督府在哪裡 台北市 這已經流亡的地方 在台北市 首都 像東奇 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跟比利時流亡在哪裡 英國的倫敦 法國跟比利時流亡在哪裡 英國的倫敦 法國跟比利時流亡在哪裡 英國的倫敦 法國跟比利時流亡在哪裡 韓國的流亡政府流亡在哪裡 韓國的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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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 我們至少知道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流亡的國家 有三個 那現在呢 達蘭沙拉 印度哪裡 叫什麼 西藏 留亡政府 他叫什麼名字 土伯 所以打來給 留亡政府土伯 剛剛講 西藏留亡政府 讓我們有機會 可以舉個例子 讓他 他用這一面禁止來 讓Chinese Taipei 他用中華民國 隔開隔開 地小隔開隔 把這個小隔開隔開 原來他叫做Chinese Taipei 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就叫做造妖精 用什麼當造妖精 抗爭嗎 不是 我們用法理 讓這些 隔開隔開的 妖怪 讓他陷阱 讓他 按照正常後 他就是 留亡政府 他如果要恢復 中華民國的運作 請他回到 原來的 南京政府 但是他一起過來 的 流亡難民 他滿有自己的意志 他要留下來 也可以有思考期 有規劃期 但是我們要不要 把他趕走 台灣公民權力法案裡面 有寫得清楚 我們要按照法理 懂了嗎 OK 左派舞蹈的韓國佔領 南部的台灣 沒有三個 最佳是佔領 不是 中華民國 看樣子 中華民國 台灣 中華民國佔領 日本軍 都有什麼 盟軍 親自佔領 為你的國 就是預防大陸的立國 再度確實 關給這個地方 當時開始佔領的時候 美國在現在 日本國 安排一百萬的韓國人 就是左派 各自一港 自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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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港 無關的 通通都沒有關注 韓國人 在台灣的安地 兩百萬的中國人 這兩個地方 日本和台灣 一百萬的韓國人 到兩百萬中國人 這樣 加上 日本和台灣的 政治和經濟的核心 正式和經濟和新的一個 這個環境 這是錢 錢和環境都落在 中國人和韓國人的手段 請問 日本地國有辦法 又起來 沒有辦法 環境和錢 都落在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大家知道 環境的地方 我們看 日本台灣 這裡 我們要穿出了感 一百萬 福克特 本週四國九州 一百萬的韓國人 左派 美國 其實 讚 兩百萬的中國人 來到台灣 將屆時元帥 不是中華民國 第一號 拜大社的一號命令 裡面是江泰縣 不是立法國的China 所以 英國的 文字 這是真的 只有 邊做中文 那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以英文為主 北方四島 因為現在是 俄羅斯普通和安倍 經過很多次的會談 都說了 北方四島 我們了解一下 在美國的分配佔領下 蘇聯把一萬七千名的日本人 載往日本四頭 輪到 蘇聯在什麼 在算國際化 在這裡說 把北方四島 這個地方 所有的日本人 都有住在這裡 全都沒有製造 但是真實 製造 沒有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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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製造 有製造 資料 跟地震的資料 這些資料 可以放山 北方四島 可以拖著回來 那一間的 不拖 因為這全部都是 日本帝國的領土 北方四島 那他軍事佔領 那現在新日本政府 可不可以去討回來 不行 因為也根本憲法不一樣 台灣 注意喔 蔣介石要求聯軍 把 六百萬名的日本台灣人 載去日本 六百萬名的 日本台 請美國用軍港 當時 中國獎領軍 不準喔 美國用四十台的軍港 跟三千名的中國獎領軍 為中國 載來台灣 1945年的十月25日 他不叫台灣光復節 那一天叫什麼日子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就是兩方交互戰爭的國家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將起1945年的十月25日 所以十月25日是什麼日子 軍事佔領日 我們知道嗎 戰敗 我們的戰敗 哪來的光復 戰敗 對軍戰敗的投降 哪裡來的光復 這就叫壓制 軍事建物給你記住 你還可以光復嗎 你不是頭髮派到 然後問說 是誰轟炸台灣 我們要負負責 我們剛好看的秘書中放給大家看 放的圖片給大家看 好 誰轟炸台灣 美國 這要請算 那大家告訴你 日本轟炸台灣 乾杯 日本 自己 開深陷 把台灣建設 建立完建的主權 日本天皇建立完整主權 然後日本的帝國政府 透過華山資金安 就來了 很多年 日子 熊